连入十亿 山寨耳机芯片凶猛 在星巴克 AirPods可以不放歌 但一定要带着 随意走进一家星巴克 在座的许多人都是倾国笔记本 AirPods一杯热饮的气氛组标配 但实际上 你看到的AirPods未必是苹果官方出品 数据显示 2020年在TWSRG行业内 白牌TWSRG销量占比高达49% 远超苹果的21% 白牌是指一些厂商生产的非知名品牌 或非自由品牌产品 换句话说 白牌产品可以与AirPods外形相似 但内核千差万别 AirPods动辄上千元的售价 令人望而却步 消费者对低价 评价TWSRG的需求 成为白牌行业造富的源泉 广袤市场中 历经十余年的薄杀 多家白牌耳机芯片厂商文化上市 继音频芯片厂商 国内知名的白牌芯片供应商 横旋科技上市后 另一大白牌音频芯片厂商中科兰逊 也向科创版发起了最后冲刺 根据中科兰逊招股书 净利润已留72万元 飙升至2.15亿元 除了财富积累 早期的野蛮生长 还在中科兰逊身上留下其他烙印 2018年 2019年期间 其中2018年资金流入 流出金额分别高达2585.8万元和2586.13万元 尽管招股书写到 2019年2月起 中科兰逊已停止用个人账户进行资金往来 并对相应的员工薪酬和奖金 补缴个人所得税 这种做法仍令人匪夷所思 1月13日 中科兰逊科创版IPO成功过会 公司计划募资16亿元 未来 直面二级市场的白牌耳机产业链玩家 势必将逐渐抛弃过往的草莽做法 面临新的挑战 虎宁春节 王沐南在为家人准备礼物时 从网上购买了两副TWS耳机 这两副耳机均支持改名定位 弹窗连接 入耳检测等苹果iPod Pro标配的功能 外形也与后者极为相似 但是 王沐南购置的iPod Pro单价仅需49元 还不到iPod Pro发售价 1999元的四十分之一 而且这款耳机的商品页面上 并没有明确的品牌信息 仅仅简单地说明 耳机的主板来自于月虎这个厂商 目前 四位玩家中 白牌厂商是一辆取胜的代表 繁多融杂的销售渠道 决定了白牌TWS耳机的出货量数据 难以被精确统计 但在各大调研结果里 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数值 2021TWS耳机行业白皮书写道 多渠道供应商数据推算结果显示 2020年白牌耳机出货量约为3.5亿付 据上海证券研究所测算 2020年白牌TWS耳机出货量 达到2.27亿补 出货占比高达49% 在四类玩家中拔得头筹 这充分说明了 白牌厂商用极低的产品售价 俘获了大批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的心 王洛南正是其中一员 他对世界说道 春节回去给家里小朋友们带礼物 一方面我能力有限 一方面小孩子也就涂个新鲜 说不定回去玩几天就坏了 没必要买太贵的 与王洛南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李军从各个渠道 先后购置了三款百元以下的白牌TWS耳机 分别用于满足运动办公备用的需求 李军对世界表示 其购买耳机首先考虑的是价格因素 我比较粗心 经常把耳机弄都弄坏 太贵的换不起啊 为了降低成本 白牌厂商通常采用业内流传的工膜制作耳机 工膜是与丝膜相对应的概念 丝膜即可以指部分耳机厂商 按照特定消费者耳道形状定制的模具 也可以指苹果等厂商研发出来的产品模具 而工膜则是指按照苹果 华为等品牌产品1比1复刻外观的模具 为了规避风险 一些厂商会在工膜的基础上 进行一定比例的缩小或放大 美其名曰中性模具 白牌耳机的生产链条 整体分为芯片等元器件 模组 终端组装三个环节 如果说工膜能够保证产品外观接近品牌产品 改名定位 弹窗连接 入耳检测等苹果标榜的功能都是由此实现 白牌耳机销售行业从业者张奇对世界说道 相比正版苹果耳机 其售卖的白牌耳机几乎能够提供正版的所有功能 只是没有5码 外观上也没有设计和组装信息 5码及iPods机身 充电舱 原始外包装 产品购买票据上 以及耳机连接手机后 设置中显示的序列号 对此 世界致电苹果官方客服 相关工作人员称 苹果官方在验证苹果TWS耳机侦尾时 一般使用耳机充电舱上打印的产品序列号 正品一机一码 不可伪造 总之 尽管白牌耳机在音质 稳定性 续航能力 降噪效果等细节上难以比肩品牌产品 但满足了消费者对价格低廉的强需求 就像一位消费者所说 在价格之外 其更看重的指标是耐用度 买之前去评论里看看容易坏的多不多就行了 至于品牌耳机通常标榜的音质等方面 并不是其考虑的重点 我又不是考一月的 听不出来太多差别 对价格敏感型用户而言 售价动辄几百上千的品牌耳机功能过剩 而白牌耳机用低廉的价格 提供了便捷的连接体验 更具性价比 这一点反映在产业链上 是品牌产品与白牌产品 以十倍计算的成本差距 目前 搭载于AirPods系列TWS耳机中的苹果音频芯片 并不对外销售 据投报调研 映入于苹果AirPods 2 AirPods 2 AirPods 3的HE主芯片单价约为11美元 据中科兰逊招股材料 2021年上半年 公司TWS蓝牙耳机芯片的销售单价为1.24元 约为苹果HE芯片的56分之一 不过 白牌与山寨产品之间的模糊界限 为白牌厂商带来了相应的法律风险 一位不具名的专利代理从业者表示 平时在各大购物网站 可见的苹果AirPods 1比1产品 该专利代理从业者认为 认定白牌耳机商标侵权可能性较大 外观设计专利和商标都可以作为侵权的判断标准 具体处理的时候可能商标更容易判断 外观设计还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 若是贴苹果的商标且未获得苹果的商标许可的话 构成商标侵权 违反商标法第57条 按照第60条和第63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和赔偿 如果苹果等品牌厂商选择用法律维权 许多白牌玩家或将面临一笔数额巨大的赔款 2017年福建人黄志强拉来音频芯片资深技术人士 刘助展共控创业瞄准新兴的TWS市场 后者是中国第一家自研蓝牙USB3.0技术的老牌企业 鉴容国际的元老级人物 目前黄志强担任中科兰讯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此外黄志强还在中科兰讯的股东中 专门成立了一个家族持股平台深圳创源世纪 创源世纪6名合伙人皆为黄志强家族成员 此外前文提到的用向盈 陈玉山个人账户进行公司资金往来 包括往来款收付 工资发放 费用报销 据招股书披露 向盈为黄志强女儿黄鹤宁的朋友 陈玉山为黄志强的朋友 据上海证券相关研报整理 苹果首款TWSRG在2016年9月发布 安卓厂商发布TWSRG普遍晚于苹果两至三年 这两至三年宝贵的窗口期 成为了白牌厂商野蛮生长的宝贵时机 博力多销的运营模式 帮助白牌快速占领了市场份额 一边是汹涌的市场需求 另一边是可观的利润空间 两种市场因素铸就了培育白牌耳机产业的土壤 随着部分消费者对白牌耳机用脚投票 中科兰逊等上游产业链玩家 随之实现了财富滚雪球 据投报研究院调研 根据中科兰逊招股书 2020年公司营收9.27亿元 净利润2.15亿元 不过中科兰逊的盈利能力在一众白牌耳机芯片玩家中算不上顶尖 目前国内白牌耳机芯片厂商也可以分为中端低端两类 中端玩家以洛达科技 红拳科技为代表 与品牌厂商多有合作的同时 也在白牌市场中分一杯羹 中科兰逊 节理科技则是低端玩家中的翘楚 目前洛达科技尚未公布上市计划 在剩下的三家厂商中 中科兰逊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垫底 2020年为26.68% 低于恒旋科技的40.05% 节理科技的28.85% 其中从数量来看 根据我爱音频网 对2021年发布的40款 TWS耳机的拆解情况 采用高通 恒旋 落达方案的占比分别为25% 13% 13% 落达芯片的性能 质量也处于白牌耳机芯片市场的金字塔尖 据腾讯深网原因产业人士消息 搭载落达芯片的二代落达批发价为90元 带有通透模式的三代落达批发价为120元 带有降噪和通透模式的三代落达批发价为220元 这与我们在白牌耳机销售行业从业者张其处 看到的价目表基本一致 在消费电子领域 白牌市重量组成 宽泛而言 你叫不出名字的品牌都可以算作白牌 电商平台售卖的几十元一副 与苹果iPod子外观相似的无线耳机 属于白牌范畴 但就像白纸可以染上各种颜色 白牌耳机可以做成任何品牌耳机的样子 耳机发烧友 徐大为是个资深的耳机行业观察者 平常出闻长杯者中半斤的播放器 在他看来 白牌耳机市场将长期存在 不过徐大为同时指出 国产电子品牌从来不回币价格战 以某电商平台销量靠前的无线耳机来看 红米的Venny AirDepts 联想的Fintless 其部分型号产品售价不足百元 如果价格差距不大 你会选品牌耳机还是白牌耳机 对很多消费者来说 恐怕还是会选择知名品牌的产品 从消费心理来看 品牌知名度越高 就越容易得到信赖 有费费发烧友向世界表示 还是大厂比较可靠 耳机这东西看着简单 实际上调效起来极其复杂 一位购买白牌耳机的用户 谈到自身体验 国爱音频网报告显示 参考智能手机的市场发展规律 品牌厂商将凭借产品质量 品牌一架 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下降优势 抢占白牌市场份额 早先有统计显示 2007年我国山寨手机销量 至少有1.51步 而后随着中华库联 小米OB等品牌手机崛起 山寨机渐渐从大众视线里消失 相比之下 白牌耳机的生命力要顽强得多 不同于手机产业链 TWS耳机的门槛非常低 有几十万便足够生产一款新的耳机 因此白牌产品的市占率虽然降低 并不会被品牌TWS耳机甩开很大差距 据行业预测 到2024年 所以对整体白牌TWS厂商来说 生存空间不是问题 但具体到某一家白牌厂商 情形并不乐观 如前所述 依赖于模仿的白牌耳机 始终面临专利侵权风险 另一方面 白牌厂商能获取的实际收益有限 将直接限制他们的发展 在手机领域 苹果能够拿走整个行业七成以上的利润 靠得不止技术优势 更在于它的品牌加成 耳机行业同样如此 在徐大为这种发烧的看来 AirPod在新门参数上虽然不错 不过实际表现上存在瑕疵 比如解析力不强 当多种乐器同时演奏 不能轻触解析每种乐器的声音 而国内一些品牌厂商 如曾挖走索尼音频部灵魂搅填直龙 并自研芯片的华为 其部分产品的性能指标 便不逊于AirPods 可遗憾的是 从TWS耳机销售额来说 苹果仍笑傲群雄 这就是品牌的价值 华为小米们在耳机市场的存在感 尚且需要加强 白牌厂商能果不能将自身品牌化 来实现提价 就只能看别人吃肉而自己喝汤 对中科兰逊这类主营低端耳机芯片的厂商来说 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 深战手机的没落就是前车之鉴 套走量的低端生意 不是长久之计